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准备离开自贡 然后一站是去昆明 原来是考虑中途歇一下 原来觉得一站也行吧 开7个多小时到昆明 基本就是8点开上了车 大概最终几点能到 现在是走了3000公里 现在就到市归站了 进入高速 正式上高速了 就去春城昆明 旁边票两位好像都是20多度最高 256度 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7度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宜宾界了 这地貌跟司工就不太一样了 山跟土是那种猪红色的 刚才有一个指示牌 也是赵一曼过去 本来四川出了很多名人壮士 长江守城 长江守城 我理解就是 长江进入内洛第一个城市 可以看到这个红土地 已经很红了 你看左边那更红 红土地的梯田应该就是茶 马上就到这个宜宾 刚才已经进入到宜宾了 哇有卖东西的 有吃饭的 卫生间 接水的 你又给你接点热水吗 我带了 去休息一下 现在是接着出发 现在走这桥 是金沙江南桥 全长是1732米 这是跨在山上的桥 金沙水开云阳暖 大路小红天爽 想想过去都是天险 现在好像跨一跨也挺简单的 现在已经进入云南省了 好快啊 等于从自贡出来没多远 到云南省 云南省交通 先生集团 欢迎 现在继续往我们的目的地 闺蜜 这就是进入到云南省 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省 这条高速路有点斩了 这是空空还是鲜空 前后风景不行漂亮 看一下进入云南的这种情况 第一次进入云南 咱们已经进入云南了 你看这山上都是柱子 是吧 这边都是柱子 彩云之南 我们中备的进入到云南 这个中间的绿化带都是架如同 说我们从自贡出来一直走的 都是这个银空高速 不用换高速 希望别换高速 对 它这是个楼梆服务区 然后就是这个状态 我们也看一看这个楼梆服务 这个服务区主要把车导进了停车检查 也有服务区功能 在山上建这么多房子 在其他省市还是比较少见 进入了云南 感觉云南的山更加的高 而且这条路基本上是感觉是在峡谷间走 两边的山挨着很近 转过弯可以看到一排建在半山上的楼房 进了云南这个高速路还有一个感觉 就是它的弯特别的急 看山更加的轻 还有远处巨大的云山 这一面的山是多么美的风景 而且这样的风景是稍纵即逝 正面的山顶上是有永雾在云昭的山上 一边开着车 一边看着眼前的风景 确实是一种享受 其实这边的山随随便便都是风景 山川秀丽 右侧还可见一小碟瀑布 实败也很棒 它这高速路的弯道都比相对比较急 所以碰到这点速度 只要120这种弯不行 得减速 弗尔渡 前面有个弗尔渡 这估计是云南欢迎咱们吧 开窗感受一下云南的空气 还挺凉快的 可以看到左侧山脚下浓密的凤尾竹 茂密的竹林 还有偶尔可见的山谷中的民居 构成了一幅非常美的画卷 在向我们徐徐的转开 这叫石桥隧道 注意看前方那座弧形的桥 一会儿经过一条路是整处360度的环绕 就这个里面 上到那个桥 再拍一下上 这是360度环绕的一个路 那它是建的是其中 这条路和这座桥跟之前走过的都不一样 它是在半山中转了一个360度的圈 就这样 你看 螺旋展现 这条路叫螺旋展现 神奇 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路 老池一号加水站 老池一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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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哪个那边的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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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就可以开始体验这个螺旋展现 这个特殊的道路 这条路是由隧道和桥梁共同组成的 螺旋的桥 这是行驶在刚才在下面看到的那个桥上 现在是过了这个螺旋的路 现在看到头上有一片雾雲 估计会下一点挺新的太阳雨 果然来了一阵太阳雨 天呐 这马路上怎么还有人呢 过了一个山洞就下上雨了 果然是要下雨 但是这是太阳雨 应该下不久 又进一个隧道 这边又进入这个隧道 比较多的山车 很像穿山 前方进入隧道 这应该也是叫隧道圈 凉峰凹 四个隧道 到这里 刚才的那阵雨 基本上就停下来了 这是一个连续下货的车子 这是一个连续下货的车子 然后限速是90串丝 这边的名字 请保持左车行驱 串丝停车区 前方请注意肉车货的车辆 这个还行 这还是比较正规一点 刚才那个停车区特别窄 这是一个云南串丝停车区 串丝 一串两串一串 四代的丝 现在是在云南了 蓝天白云 四周都是山 四面还山 云南就是山多了 嗯 很神奇的一地方 植物也不是太一样 我们现在是离开这个云南的一个服务区 串丝服务区 继续往前走 博尔渡 对 这还是任性的 有人在这走路 还是越走山越高啊 这四周都是山 还有火箭条呢 刚刚那个那么早 你也属于正常外面之内 嗯 撞滚 撞滚 开了吗 哈哈哈哈 直接在那角 这真是浮沫 这真是浮沫 这个 撞滚 现在是在昭通境内 现在是银空高速 正前方那个山 身上这么多广路啊 嗯 这边的感觉就是山更高了 更绿了 中国简直太凉阔了 各种地形各种地貌 对 各种气候 前方的大山像屏障一样 山后依然是大朵大朵的白云 让人百看不厌的白云 哦 超车道行车道 对 超车道行车道 原来那些地方不一样 嗯 这处像山门打开 为大家展示出一幅美丽的画卷 不要是累的话呢 就睡会儿叫 不累看看两边的风光 好吧 看看绿色 修一修眼睛 哇 这个山真高 嗯 这个山好看哦 这个山 咱们现在应该也有点高度 我觉得 嗯 对 五百九 前方不断变换着景色 越来越美 太漂亮了 左前方 感觉左侧的高山山顶是平的 大朵大朵的白云堆积在山顶 这处风景简直太美了 这里可以静静地欣赏大自然馈赠的美景 一些民居就散落在美丽的山峰之下 这一段路真是让人大饱眼赴 都是如画般的美景 它这边的道路一共就两条 里侧这个叫超车道 还不能长时间用 正常都应该在外侧这条道 这好像是在其他城上是没有遇到过的 还有二十多公里 它让我们出高速 好像是前面高速风路 去管上一个招马二级公路 到那公路 那我要走 希望能顺顺当当走 又出现了小状况 需要出高速 走一段这叫国道 或者是省道 我们穿行在崇山峻里 这是大峡谷 这玩家是大峡谷 是吧 嗯 两色的山海正很近 这个桥下就是一条河流 这条河呢应该叫关河 黄莲河景区 哦有景区 哦 岔河 这边河道众多 再开不久 我们就要出这处高速了 嗯 嗯 这真是三步一截 两步一截 现在是已经离开了高速 这是行驶在一条二级公路上 嗯 这么看这条路的路况还是不错的 大车不是很多 嗯 这条路叫昭马二级公路 嗯 应该也就是个 应该到不了省道啊 村道应该 还挺宽的 还挺好走的 嗯 还有23公里 又能进到这个高速上 对 不熟啊 还是那时候 是吧 跟导航走 对 导航说前边 那个高速上有一截是 线 是什么 封路了 就给导到这儿来了 走40多公里 我们已经走了多一半了 马上就能再进入高速了 但预计到达时间确实是晚了啊 从一开始了3点15到现在4点47了 看一个半小时了 正前方的大青山 特别特别的漂亮 顶着一朵大大的云神 这座山的颜色和山上的山石的线条 跟其他的山不一样 非常的美 这都是山谷里的居民啊 这么多人 这都是山谷里的居民啊 对 日日山这个人 挺高的 挺高的 有两侧的风景 真是太美了 就是翻过一座山又一座山 翻过一条河又一条河 山之间那个都有西水 对 就是咱们看一眼转过去什么什么风景 是吧 这边可能最不缺的就是水啊 也错啊 不是 有些风景也不缺啊 这随随便便都不都是景水 对 那有些那种山里的旅游景区域的山里 就是在那儿 就是那种峡谷的感觉 嗯 大蚊子 咱们的摄像机特适合拍摄 我都知道 对咱北京的这种山水很小见 没有这种小溪流下了 是吧 嗯 过来那个桥能看到前面全都是提点了 但刚才那一段景致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山上也在往下走呢 就是那种压迫感也慢慢在降低 在减轻 眼前的风景完全就变了 好马上马上可以上高速了 其中这种路走着还是有一点累有一点紧张 我们终于要拐上好开的高速了 在刚才那一段路没怎么受罪 我们从昭马二级公路 又进到了这个高速路上 这个站叫静安收费站 这实际上就是我们刚才走在路上的其中的一个 它中间不是封路了吗 出去绕了一段 现在又回来了 在这里看到的风景跟刚才又不一样了 不是那种两边都是大大的青山的那种风景了 这进入昭通北部去了 到昭通了 然后现在海拔刚才是将近两千了 两千多了 我看一眼 这海拔很高 完全高远的一个城市 可以看看这应该就是昭通市 周围都是 2045现在昭通北 所谓服务区这块 这应该就是它的城区了 是吧 你看周围都是这种 但是刚才在走昭马二级公路的时候 走盘差路的时候 确实心脏有这种压迫感了 但现在到高速上以后没事了 好了 刚才那会是1700到1900的时候 不知道是录好的原因呢 还是说适应了呢 就不知道了 嗯 所以这完全剁价风格了 看这些 你们俩饿不饿呀 要不要去看看美马尔吃的呀 你要不要喝点咖啡提神啊 好像我不用提神啊 就是因为的话就是说看到这风景 不困难 去昆明的旅程 今天就发布到这里 明天我们继续发布 去昆明旅程剩下的部分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